大家好 大家平安 很欢迎再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 凯亦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第31节 我们现在先来讨凯亦的经文 《创世纪》第31章1到21节 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埋怨说 雅各抢走了我们父亲的一切财产 他所有的财富都属于我们父亲的 雅各也发觉拉班不像从前那样对他友善 这时上主对雅各说 你要返回故乡 到你祖先和亲人那里去 我要与你同在 于是雅各派人传话给雷杰和丽雅 吩咐他们到他放羊的地方相会 他告诉他们 我发现你们的父亲带我不像从前那样友善 但是我父亲的上帝一直与我同在 你们两人知道 我用了全部的精力替你们父亲工作 可是他欺骗我 十次改了我的工钱 但是我父亲的上帝不准他占我便宜 如果拉班说 有斑点的山羊当作你的工钱 整群的羊都生下有斑点的小羊 如果他说 有条纹的山羊当作你的工钱 羊群就生下有条纹的小羊 上帝拿走你们父亲的羊群 把他们赐给我 有一次在羊群交配的季节 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我看见在交配的工山羊 都是有斑有文有点的 上帝的使者在梦中说 雅各啊 我回答 我在这里 他说 你看 所有在交配的工山羊 都是有斑有文有点的 我使这事发生 因为拉班向你所做的 我都看见了 我是在伯特利向你显现的上帝 你在那里立了一块石头做纪念碑 在那上面浇了橄榄油 并且在那里向我许愿 现在你要准备回你出生之地去 雷杰和利亚回答雅各 反正我们不能从父亲继承什么 他把我们当作外人 卖了我们又吞没了卖我们的身价 上帝从我们父亲那里拿走的财富 原是我们和我们儿女的 你就照上帝对你说的话做吧 于是 雅各准备好 要回迦南他父亲以撒那里去 他叫儿女和妻子都骑上骆驼 赶着他所有的牲畜 带了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累积的财产走了 拉班去剪羊毛 雷杰趁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 偷走了他父亲的一些家族神像 雅各瞒着拉班偷偷地走了 他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匆匆忙忙地走 渡过了幽发拉底河 往激烈山区前进 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抓住 因为他出时的时候 手就抓住他的兄哥 依舍的胸底 这个名字很符合他的个性 他总是想有很多办法去抓住自己想要得到的事情 或是什么东西 台青他是用一碗公公的湯 对医舍来换到大小的名分 那代表的是相伯的祝福 后来在伊山医老 准备为医舍来做最后的祝福的是 在他妈妈的志祺的民 用戚牌的方式 在对老伯来的那种最好的祝福 这些事情也应该去医舍想要台医 俄国的情报团人生的行 做事与为人 那像是他用地球立业 做最重要的目标 立业看起来是这条 但是兄弟中间的情意 生疾实在那种死命的品质 也都受破坏 这个行事很精巧的俄国 到老伯老伯那去相比他的哥哥的杜杀 想不到老伯比他更厉害 那后很加意 老伯的小小女孩勒结 老伯和他说好条件 那后必须为他工作七年 想不到七年后 老伯却是欺骗他 最大小的女孩来让他做母 俄国虽然心内心不严慌 但是也无可乃何 最好为了要带六月 又更做七年 后来还有六年的时间 六班答应要让俄国 他所应该叠叠的台阶 就是英雄军里面 有点有条文的参与 跟有点有条文 又黑色的名义 这都算俄国的 但是六班却是故意台性 将这有这些火草的名义 竖出来 交给他的女孩 如果住他三天的路亭 这个用意就是 让俄国叠叠应该叠叠这些台阶 不过俄国在最大的保守的名义 用很奇妙的方式 这就有很多肥与幼的名义 结果就是他们去六班 和他的女孩的不免 对俄国和六班的活动里面 我们看到 盼世欺骗白朗的人 最后结果也受到欺骗 想要靠欺骗 来自立的利益 最后翻译时 又失去那么多 俄国前后二十年 在六班的手势 很辛苦来感受 跟我们下一次受欺骗 现在他在最大的欺骗 准备要回到高雄 所以俄国当中 六班与李亚 找来 把这几年 我们来中 所做到的事情跟他们说 最后他们也同意 要做那些欺骗国 离开老板的家 等到高雄加南 这是他们的离开 是偷偷来进行 并没有让六班知道 怎么样 在这些欺骗 在这个 要离开时 又是偷偷 老板出人的这个心胸 所以后来 又做成一些坚重的情形 这是大大的故事 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心思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顶 就算是渗世吃开 但是公义的胸体 最后一定会输 管我们做的学习 真正一个心思 静底 没有欺骗 要受胸体欢喜的人